大家好,歡迎來到Tag Talk 當我們上課開個會或者看完資料之後 我們會想靜下來的時候寫下我們剛才的相關 或者整理剛才的資料 但這個時候我們一般都是想用集中力處理內容 至於輸入方面我們經常用最簡單的方式 整理格式都是 很多不同的電子筆工具其實都用了一種language 叫做markdown language 其實是比我們利用家很方便地利用keyboard 或者shortcut 就可以應用到一些格式在內容上面 當然我們的notion也不例外 他善用slash這個符號 以及一套markdown language 可以提升輸入效率 學會做這套方法 其實輸入的速度和內容的可讀性上 都會有大幅度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令到我們的專注力能夠放在最重要的內容上面 在這一集我們一起看看notion 裡面是怎樣實現以上的體驗 如果你想看更多有關內容的話 歡迎你按like去鼓勵我做更多 首先在輸入方面 其實一般來說我們有手寫 遙音輸入或者打字 其實當中打字對我來說是最有效率的 而notion 正正就是為打字而生的工具 其實什麼叫markdown language 它是一種輕量級標記式的語言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語法 它的焦點就是包括一些常用的格式 令我們一些用家或者輸入者 可以用簡便的方法 將內容加上一些標示 一般來說我們最常用的WhatsApp工具 我們都會用的 在裡面我們想想一些輸入的內容變成粗體 或者一些斜體的時候 其實只需要在文字前後加一些符號 例如加上升號 就可以將那個 括絕的內容 變成粗體 這些就已經是markdown language 當然去到notion的時候就會更加簡單 這些這樣的應用 其實不單只是WhatsApp 在很多不同的討論區之類的平台 都被廣泛的應用 包括GitHub 或者Reddit Start Exchange 這一類的平台 其實都有 應用得到 在notion的筆記工具 我通常都會比較常用的方式 今天我們就分享一下 相關的用法 我們來到實際操作的部分 我們看一看 其實markdown的工具 我列了一些我常用的 包括了以下的這幾種 包括我們做架構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能將那個 結構要分類 我們會用headings 和一些分隔線 去分隔開我們主要的內容 其實再加上我們本身可以拖拉的blogs 去左右 其實已經很豐富了 一會我們示範一下 然後 裡面真的寫充實內容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都可能有些category 或者是 有一些鷹架的 類別 所以我們用表列 其實可以做到這個 這個表達的方式 包括不同的bullet point number point number list 或者一些 Toggle list 好像現在這個 箭咀 可以拉熟的箭咀 另外有些to do list 稍後做一做 最後 我們去表達內容 強調的話 其實我們都會用一些 我們平時用得最多的 粗斜體和顏色 好啦 不說那麼多廢話 不如我們試試看 譬如 我現在這個 我假設是一個 排版內容 我寫了筆記 其實怎樣表達到這個 藍色整個blogs 裡面有一個number list 然後裡面有些特別的提醒 其實是不是要自己弄出來 其實不用那麼複雜 我們試試做一做 譬如我想寫這個 你會看到 我是想把所有排版東西 縮在一個blog OK 可以按 按拉伸的 行不行 好了 我們就首先 用這個 抱歉 用這個 大於的符號 其實就是這個toggle list的 對 的符號 你只要打完符號 按space bar 就會出來了 接著我們就打了內容 OK 排版 對了 現在你會看到 不是喔 上面那裏 其實是一個 好像heading大了的東西 那怎樣做的呢 其實headings 通用就是用 井號 用井號 OK 一個井號 space bar 它就會變成 heading1 OK 如果你是兩個井號 space bar 就會heading2 OK 當然 有分牌 但是這個 Toggle list的符號 跟著就是 這個space bar 我先用heading1 OK 按Enter 就可以寫下面的東西 那我上面的123 其實不用自己打的 只要你就這樣打1 Foot stop OK 然後space bar 它就會變成一個number list OK 我不打字了 Copy and paste OK 好了 然後就Enter 它就會出第二個list 跟我們平時用word一樣的 好 然後呢 我打完內容之後 好了 最後這裡有個好像 燈泡仔的東西 其實是什麼 來的呢 其實是一個 call block OK 那怎樣做呢 其實我們最常用的就是一個slash slash 你打完之後 就會出一個這樣的什麼 其實 絕大部份的那些 那些 blog的 可以有的presentation 其實都在這裡了 那些格式都在這裡了 然後我們看到呢 裡面有一個叫call out block OK 那是不是真的要用mouse 慢慢做呢 其實不用的 打完slash 你只要知道這個叫call out的block 那它就會幫你filter了出來 然後按Enter 它就會變成這個灰色了的位置 OK 然後你就可以打回一些 好像 我提醒自己 這個要很重要啊 或者這個是 之後我要flow up 諸如此類 OK 好了 然後 就排下去了 好了 現在看到呢 就是這樣 黑白色的 然後這個icon 其實還可以改的 你喜歡 你提醒自己 不同的東西 都OK的 好了 然後這個 顏色的位置 藍色的位置 怎麼做的呢 其實很簡單 其實每一個 你看到一些block的物體 其實就是基本架構 好像LEGO 這個LEGO 可不可以變色 可以 你只要按一按 前面這個 好像和尚的頭術 那六點東西 那個髮印 就已經看到 有一個叫color的物體 它有分 上面是方color 下面就是一個底色來的 background color OK 所以就可以轉色 例如我轉Yellow 但如果你是這個block 你選了顏色 就是這個block 有顏色 好了 但因為這個 整個都是屬於排版的 所以 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是整個block 這個大的 Under的東西 全部一次過 就會變成 藍色 當然你個別 還可以像我這樣 就是個別 可不可以不同顏色 是可以的 再調整 OK 好了 基本上就 完成了 我第二部份再看看 如果這個 我填寫內容 這個筆記又怎樣做 你會看到 我嘗試有兩個主要的point 去強調調 調整內容有兩種不同的格式 下面相關的功能就用到這些 你會看到是有一個架構的表達 那怎樣做呢 一樣 我們就 先打開頭 大於 跟著spacebar 跟著 heading OK 然後我們就填寫內容 填寫內容 所以這個是我們寫筆記事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是想 簡化整個要控制電腦的 所需要思考的部分 所以其實一個這麼簡單的就是 找到一個重縮關係 OK Bullet list 那這一堆東西 其實我猜就 嗯 去 copy and paste whatever 好了 其實Bullet point 或者是togels 或者是一個number list 其實都做了 差最後這個to do list 是怎樣做的 to do list 其實它就是簡單來說 有一個chat box 給你 所以chat box是正方形的 它就是用 開這個 sorry 這個 開 和關的括號 OK 這樣 開 和這個關的 OK 其實真是最方便快捷的to do list 就在這裏 好了 用完這個之後 我還可不可以把字 轉顏色 粗體 絕對可以 和你用word 一樣 highlight 接著 command B OK 粗體 highlight command I 斜體 highlight command U 底線 OK 一樣 好了 even 其實還有 你想stroke它 都可以的 OK OK 對啦 highlight command shift S OK 好了 那裏 裏面其實還可以個別字 選擇顏色 剛才我們做過 這裡有一個功能非常好用 就是command shift H 你要看到叫做last used 即是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 可能是 這隻字 我想變成 某種顏色 譬如是 橙色 OK 好了 但可能另一隻字不是連著的 可能是這個list 我想又是橙色 我又不想每次都這樣按 那你就command shift H 那它就會變色 用上一次你想 你所用的顏色 OK 好了 詳細的話 其實還有什麼 最常用的block 或者我們可以很容易選到呢 你可以按這個最左邊這一塊 它就會幫你變回相關的東西 如果你是做IT類的 即做coding那邊 其實有code 或者你如果找到一些很有用的語句 是想放大它 你可以用code 這個這樣的表達模式 它就會特意 再給你 所以 基本上這個是最常用的 幾種模式 已經可以幫到我們了 如果你對這集內容有更多的意見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見 我來 ơi astronomy 我是s诱筏 我是souf 感谢观看